连接卢州和五谷的陈卢桥 由于部分路段没有设置机车专用道 其中五谷端经常发生机车和汽车擦撞的意外 当地里长和民意代表多次向交通局反映 希望增设机车专用道 陈六条连接卢州和五谷两端 虽然五谷端因为没有机车专用车道 常常发生擦撞的意外 但是交通局考虑到空间腹地 担心设置专用道有安全的顾虑 它的空间腹地不够 那有几个在如果要设置的话 那个机车的弯度跟它的一个坡度 会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些顾虑 那后来在这个没办法拓关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走上现况改善 那利用这个警告标志 希望能够这个驾驶人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间 能够尽量的顾虑到自己的这个车速是否过快 为了保障机车歧视的安全 当地里长和民意代表曾经多次会开 希望可以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目前有了新的想法 希望交通局可以采纳 就是他们的街道就接到那个之前的防汛道 就是等于现在苏宏道旁边有一条封起来的那条道路 跟苏宏道是同向出去的 出去之后我们就不用走到陈炉桥 你要往巴黎你才往陈炉桥 你要往陈州的就走陈州六路出去就好 这样子又可以疏流 又保障一些机车歧视的安全 虽然交通局曾经评估过效率 认为暂时没有必要 但是对于里长和议员们的提议 交通局表示这是长远的计划 会在安排时间到现场实际勘察 第九省志佑林锦鱼五股采访报道